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IU仙气灯砍成红毯 惨遭暴如网红无事 粗鲁撞肩画面曝光 日本知名导演是知遇和带着首部韩国电影婴儿转运战 Rocker登上第75届法国砍成影展 包括演员宋康浩、江洞源、李周应等人都出席 不过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女星IU 她身穿灰黑的瓶口洋装 露出香肩展露性感 果然一出现就成为美光灯焦点 不过却发生点小插曲 一名金髮女子在红毯上直接撞飞IU 也点燃网友怒火 要求金髮女子道歉 事后才发现 原来她是法国美胸网红 这是IU第一次踏上坎城影展的红毯 她身穿韩国婚纱设计师 Choi Jae Hoon的瓶口灰色透纱洋装 瓶口设计加上头发盘起来 让IU大陆白皙相间 再搭配Choi Matte的项链以及耳饰 典雅又不失性感 散发仙气引发摄影师关注 IU也亲切地帮粉丝签名 同时接受合照 相当亲切 足见她身为国民妹妹的魅力 不过IU出席红毯却出现了小插曲 现场人潮涌挤 IU与李周应站在一起 可没想到有一名金发女子 竟直接穿过两人中央 甚至撞上IU的左肩 IU第一时间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对着李周应露出尴尬错愕的笑容 李周应也立刻转头看了一下 而这名金发女子则头也不回地走人 态度也引起网友质疑 是否歧视亚裔 事后网友搜出 这名金发女子是法国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Maria 在IG上有3.7万追踪 也因为这起事件 许多网友在她的IG下要求道歉 并辱骂她 眼见依法不可收拾 Maria透过现实动态道歉 我的英文不好 但我会尽我所能 我真的很抱歉在红毯上发生的事情 我要跟韩国演员李志恩道歉 因为我的事物在红毯撞了她 我不是故意这样对她 对所有人 我真心感到抱歉 又单引号 之后IU支持者也缓夹 对方已经道歉了 就别再责难对方了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